我们养花大部分是为了养开花植物去观赏它开花 最近呢有话有就说 为什么别人养的都在开花 我养的植物给它用了零酸而轻甲 它也不开花呢 其实呢零酸而轻甲它就是零肥 零肥能够促花 但是它有一个前些条件 如果说我买的花 它不是开花 它的苗子比较小 它是不开花的 比如仙人球 很小的一个球 它又没有达到开花年龄 它是不开花的 所以说首先要保证您的植物达到开花条件 比如君子兰 它长到12片叶子以上 去了解下它开花的条件 比如说它长到足够大才行 这样才能够保证开花 其次呢就是要保证它长势好 根系好 如果说您的植物都多少时间不长了 而且叶片都发黄了 烂根了烂叶了 这样它也是不开花的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呢 我们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90%以上的开花植物 都是需要光照去送花的 如果说光照时间不够 它是不开花的 比如我们养的菊花 长寿花 有的话有说 它的花期是在秋季 当然秋季是短照 所以说它在秋季是自然花期 但是我们在夏季去买 在其他季节去买的话 长寿花也好 菊花也好 都是带着花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通过控制光照去操作的 比如说菊花和长寿花 它是需要4到6个小时的短照 持续一个月 那么我们就给它建4到6个小时光照 其他时间给它遮光处理的话 那么它就能分化花芽 大棚里都是这样去操作的 所以说您去想要植物开花 不仅仅要使用磷肥 一定要记住这几点 首先要长到足够大 其次呢 就是要光照合适 长时间不见光 不开花 光照时间过长 有很多植物也是不开花的 这是最主要的 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磷酸二星甲 对于大部分植物都能够用 但是有些植物是多极开花的 比如我们知道的米兰 四季枝子花 三角梅 这些呢是枝条一直长一直开 包括天竹亏也是如此 如果说您长时间使用磷酸二星甲 磷酸二星甲里边 只含有磷和甲两种元素 如果长时间使用的话 它缺少蛋 植物枝条不长了 它开完几茬 然后植物都出于僵苗状态了 它枝条不长了 它就不开了 所以说要用磷元素含料高 其他元素也不缺失的 我们常见的花多多二号就可以了 我们去买肥料的时候 肥料的外包装上会有三个数值 我们选择 第一个是蛋 第二个是磷 第二个数值高 蛋和第三个数值都含有的 这样的肥料长时间使用的话 就能够让多极开花的植物 持续开花不断 但是一定要记住 肥料不要频繁水晶使用 有好的话语说 我每次浇水都加肥料 这样是不可取的 我们使肥的频率就是 一般一个月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如果说长势快 开花开得非常勤的 那些你可以一个月三次 尽量的浓度低一点 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知道你为啥用了零酸二星甲 植物都不开花吗 这就是主要的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鸡点赞 点关注再等 小鸡点赞